现在已经入春了,温度已开始回升了,家里的金钱树也开始恢复生长 大家看我这盆金钱树呢,也已经长出了侧芽,而且长势也非常好 如果你家里的金钱树这个时候长势慢,甚至是不发芽,怎么办呢? 首先,我们一定要把养护环境温度调节到15度以上 金钱树是比较怕冷的,温度太低,它是不生长的,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点 第二点就是浇水,金钱树它是非常怕积水的 就算是在开春之后,我们增加浇水量的同时,也要控制好浇水瓶刺 避免出现这个积水烂根的情况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给肥了,这个时候你不要马上给它大肥养 直接马上大肥的话呢,很容易产生肥害 最好就是先给它湿一点这个有机肥 有机肥的话呢,我一般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服输好的羊分 羊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啊,养分非常的全面,而且肥效温和不伤根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需要给它换盆的话呢,也可以作为底肥来使用 直接在花盆底部给它垫一层就可以了 如果是不用换盆的话呢,在花盆周围给它埋一圈就够了 但是如果它生长速度比较快,温度也非常适宜了 那么羊分的营养的可能就满足不了它的生长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,我们就可以给它适当的追适一点塑效肥 一般我用的就是这个荷兰进口的塑效复合肥 因为它里面的甲含量比较高 相对于像这种快精植物的话呢 含蛋甲含量比较高的肥量的话,更适合它的生长 从这些方面着手,那么你的金型树在开春之后呢 也能有一个非常旺盛的长势 植株才能够发芽多,而且长得壮 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